二战时期 德三的黑科技数不胜数 虽然很多设计并不完善 对战争没有起到关键作用 但是给予德国科学家足够的时间 郭郭我不会怀疑 德三会靠这些统一欧洲 今天郭郭就跟大家聊聊 二战时期 德国那些不可思议的黑科技 一 主式坦克 德军向来对巨物情有独钟 因此在希特勒眼里 武器自然是越大越好 1945年5月德国投降 在德国错三的坦克工厂 苏联人找到了一种巨型坦克的残骸 这种坦克的残骸都有三米多高 一个炮塔重达50多吨 连一般的坦克都拖不动 苏军找来德军工程师辨认 工程师说这就是元首的秘密武器之一 主式坦克 一向严谨的德国人 居然把如此巨大的怪物称为老鼠 苏军都被逗笑了 据德国工程师介绍 该武器全重超过188吨 约等于6辆T34坦克 3辆虎式坦克 自身的装甲可以抵抗住任何炮弹的攻击 特别是该坦克装备的128毫米主炮 不仅射程比普通坦克远得多 还能击毁任何敌方防御 但是最后因为该坦克行动特别缓慢 一般的桥过不了而没有发挥出作用 2.龙卷风大炮 顾名思义 认为这款大炮打出来的子弹像龙卷风一样 这是一款气象武器 二战期间 德军跟盟军都曾使用过造物剂 人为制造浓物干扰敌军攻击 虽然这个东西效果不错 但是依旧没办法让敌军放弃攻击 于是德军研制了一种能够制造小型龙卷风的大炮 企图用这个大炮去对抗盟军大规模的轰炸机部队 这款大炮跟坦克那样的移动式武器平台不一样 它是一种体积庞大且笨重的防御武器 属于德国的防空项目 龙卷风大炮的主体是一个直径为3英尺 长度为35英尺左右的焊接铸铁管 顶部是弯折结构 炮管连接着氢气跟空气注入设备 在使用的时候 在炮管中点燃混合气体 燃爆的混合气体便会从锥形炮口处快速喷出 且因为炮口还安装有一个快速螺旋喷口 这使得高速出塘的燃气会产生旋转 一个小型的人造龙卷风便这样形成了 在德军实测的时候威力还是不错的 可以制造出一个高度300米左右的小型龙卷风 1945年德军还在一北河上一座桥梁处布置了一门 不过却没能获得任何效果 原因是产生的龙卷风只是一瞬间的 并没有持续输出的能力 如果说口径及正义 那么古斯塔夫巨炮绝对是世界上最正义的东西 二战期间 纳粹元首希特勒向德国工程师发布一道命令 要求他们设计出一种可以穿透一米厚的钢 七米厚的混凝土 三十米深泥土的超级炮弹 德国克鲁普军火公司的武器专家们 随即向希特勒呈现上了古斯塔夫巨炮 这是有史以来曾经制造过最大的大炮 包括运输车在内 它重达1344吨 整门大炮有四层楼高 20英尺宽 140英尺长 最初德军研制它是为了突破法国的马基诺防线 但由于制作难度极大 直到法国投降 克鲁普军火公司都没有研制出来 1942年6月 古斯塔夫巨炮终于被研制出来了 但是法国投降了怎么办呢 于是德军拉的这个大炮 向着塞瓦斯托布尔发起进攻 这是克里米亚半岛著名的港口城市 黑海门户 也是俄罗斯海军基地 6月5日 古斯塔夫一炮 就将苏军此前劳不可迫的永固攻势炸出了核心 6月6日 古斯塔夫发射了6枚穿甲弹 30米深的防御攻势直接被炸了个对穿 苏军地下弹药库被引爆 地面瞬间踏现出一个湖泊大小的巨大弹坑 到7月4日战斗结束 一个月的时间里 古斯塔夫发射了48枚炮弹 整个塞瓦托布尔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这便是48发炮弹摧毁一座城市的由来 这也是古斯塔夫巨炮唯一参加过的战斗 最后它就被德国人自行炸毁 4.V-2火箭 这款被世人称为超越时代的复仇武器 二战末期 德国研发V-2火箭纯粹是因为失去了制空权 无法靠飞机轰炸英国 只能扔点导弹泄愤 虽然不疼不痒 但是德国人没有想到 V-2火箭后来成为了 现代航天运载火箭和远程导弹的先驱 1945年德国战败以后 美国回行针行动启动 V-2研发科学家冯布劳恩 成为了美国第一颗卫星的主导者 第一艘载人飞船阿波罗11号 可能大部分人了解的二战战机都是这样的 或这样的 而德军的HO-229战斗轰炸机是这样的 它的外形跟性能就算是放在现在也是非常前卫 它是二战德国黑科技的存世孤品 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飞翼机 二战末期 德国在战场上接连失利 主连至关重要的制空权 都完全落在了英美两国的手中 德国元帅为了改变战争的颓势 提出了关于轰炸机的方案 其中三乘以一千的性能要求 是方案中的重中之重 那么什么是三乘以一千呢 就是能够以一千千米每小时的时速 携带一千千克炸弹 飞往一千千米外的目的地 这性能别说二战时期了 现在都不弱了对吧 与此同时 该轰炸机还有类似逆踪迹说 1945年春天开始 HO-229A开始在格达公司的工厂投产 同时后续改进计划开始进行 要是一切顺利 1945年8月 装作装甲加强型HO-229B便能够投产 不过在HO-229A开始顺利生产的时候 纳粹德国的末日也来临了 1945年4月14日 美军第九装甲师 攻占格达公司 位于弗雷德·里奇斯洛达的工厂 20架还没有来得及完工的HO-229 全部落入美军手中 德国投降后 美国启动了回心针计划 开始争夺德国技术专家 占有德国科研成果 这一行动 使得美国在短短的时间里 掌握了隐身轰炸机的关键技术 有一种说法是 美国的B2轰炸机 就来自德国的技术 六 太阳炮 小胡子痴心妄想 回到过去来改变战败的结局 于是下令研制一种 可以逆转失败的武器 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但是这款武器 在德国却开展的热火朝天 这款武器就是太阳炮 听名字就能知道纳粹的野心 1596年 苏格兰数学家约翰在他的小说中 曾提到过一个巨型镜子的情节 利用它可以聚焦太阳的光线 来燃烧敌人的船只 这个听起来比小说还小说了的计划 传到了小胡子的耳朵中 于是小胡子让著名的火箭科学家 赫尔曼奥伯特 研究这一计划的可行性 最后赫尔曼奥伯特研究得出 可以在地球轨道上 建造一个巨大的反射镜 将太阳光聚集到一点 那么他们就拥有无限的能量 打击地球上任何位置了 同时盟军还不知道 他们从哪里发起的攻击 毋庸置疑 这个项目是最雄心勃勃 最具毁灭性的 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 德军确实参加了该项目的工作 但是直到1945年德国战败 太阳炮计划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最终被迫终止 不过后来007实现了德军的计划 在择日而死中 大反派复刻了太阳炮 并计划用它来攻击韩国 好了本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郭郭的点个关注吧